心里面将定中成功 无量无比一切祝福 这个定中意思很深很广 我们千万不要把它看错了 一般人看这个经文一定是说 极乐世界人一天到晚在那里 盘腿面别打坐 这叫定中啊 大概无量无边祝福 在定中线的境界就像做梦一样 我们这样会呢 纵然不能说是错会了意思 你会的意思很浅 你会的意思不深 为什么? 甚甚禅定 他不着想 行住做物都在定中 不局限在他做 他站在那里也是入定 他走着路也是入定 诸位要搞清楚 物是走着路打瞌睡 走着路打瞌睡的 那个不是这个 你先要了解入定两个字 怎么讲法 是什么意思 这个六足谈经里面呢 能大师告诉我 外不着想 内不动心 叫禅定 禅跟定是一个意思 入定呢 你真正达到 六根寄出 六尘境界 不齐心 不动念 不分别 不知处 这叫入定 这正是大臣经上常讲的 那且常在定 无有不定时 那且是凡语 是比喻 这个名词 有两个意思 有的说是龙 有的说是象 龙跟象 龙我们没有见过 象见过 你们到动物园去看大象 大象的那种神情 好像都在定中一样 它站着也好 它走着也好 非常稳重 好像都在定中 我们从这个比喻里面去体会 那么用我们现代话来讲呢 就是你已经真正做到 不受外面境界的诱惑 不受外面境界的影响 不论是顺境还是逆境 你都能够如入不动 这叫入定 心定了 自然就生智慧 金刚经上说的好 信心清净 这生实相 所以外面境界 只要一接触 你不会生烦恼 什么是烦恼呢 喜怒哀乐 爱无欲是烦恼 气情无欲是烦恼 不生烦恼 生智慧 什么智慧 对于外面的现象 现象离似因果 通达明了 这叫智慧 因此 你才能上功诸佛 于是 这个经文里面的意思 我们就更清楚 无量无边一切祝福 在哪里呢 这个里头包括 有过去佛 有现在佛 有未来佛 于是 我们就应当 清除明白了 他所讲的 无量无边一切祝福 就是净虚空变化界 一切众生 三更弱地帮 和前往 两更方便 其模型 明镜 三更方便